我鼓励我们要多去承担 然后我之前一直就把这种理解成多去做事情 然后师父每次说要多去承担多去发挥 我就变成拼命拼命去做事情 问题在哪里 没有灵觉 还有一种情况要展现 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可以展现我的能力 展现我的才华 以便让别人可以肯定我 我讲的发心承担跟那种 要拼命怎么样去做什么 这个有所不一样 有所不同 就像很多人他静不下来 然后总是要找很多事情来让自己忙碌 忙碌 所以你叫他去做行善布施救济 然后半夜赶快去救别人 他都愿意 但是你希望他能够好好静下来虚心的学习 他不愿意 他会找各种理由来表示他没时间 静不下来的情况之下 他会找各种理由逃避自己的学习 不想去面对自己 就是要设法让自己不要太闲下来静下来 要赶快冲赶快去忙 那是静不下来的忙碌 像这样的话你做再多 你心灵品质没办法提升的 所谓的你要勇于去发心去承担 那是你有前面的静下来学习的基础 你有了正确的观念之见 但一般人的问题就是两端化两极化 一种是他静不下来 他就是要忙碌忙碌 另一种是他就只想 反正找机会就是学习 表面上好像有在学习 但是却不敢去承担什么 找各种理由 我要多学习 我现在怎么样 我要还要再学 就是不愿意也不敢去承担 结果几年下来 还是就像冷水泡石头 还是一样在那里浸泡而已 我讲说要发心去承担是 你要做什么都要认真 你觉得我这个阶段 我需要学习 要好用心学习 你就要认真的学习 但是学习是为了来承担 有智慧的去承担 在承担的时候 是要把我们所学习的 要应用出来 在承担工作之中 是要去反观 我们有没有那些冲动 有没有那些意识时 主宰欲 有没有要展现傲慢之心 一般人 你没有这些政治正见的基础的话 他在做什么 他不知道 他身口意在展现什么样的情况 不容易觉察 那你有这些基础 我们又要避免落入 只是在装填之鉴 只是在逃避现实人生 然后只是在要多一些学习 然后不想去承担 或是一直觉得自己 这个不够 那个也不够 就是只是想多学习 然后至于要承担什么工作 就认为那个会障碍我学习 会障碍我的成长 变成又逃到另一端 或是变成一种 只是喜欢知识的积累 不愿意真正去承担 甚至觉得去承担 那个是去做心外求法的事情 那个跟解脱无关 我们只能够好好的多看 多听 多思维 或是多打坐 而没有要真正去承担 像这样的话 这个都是属于两端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调整 如果你都没有学这些课程 你一来 你说我要发心去服务 去承担 这样我们不赞成 你一来 一定要先学习 所以前一段期间 一样有一位学员 他来这里 没有好好认真学习 然后就在做一些工作 在做一些义工 我觉得这个学员 蛮陌生的 也就是觉得他是新的学员 来没多久 我问他 你怎么现在在这里做 这是义工 你来多久了 他讲说 他是追起来学 但是因为他觉得学不太下去 他就想说做一些工作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你如果整齐没有学过的话 现在不适合做义工的工作 要以先深入学习为主 所以要有前面一期两期这样的一个浸泡 如果你真的认真学习了 你两期学下来 完整的两期学下来 学过两轮之后 你就会有很多的体会 学过两轮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边服务 边做 边学 这样知道吗 所以是要在做过程里面 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要应用出来 而不是说 我们现在要赶快去承担 然后不顾什么 就是一直的日夜承担 变成你又跑到另一端 只是在做 而没有把法应用出来的话 这样也很可惜 所以要有静 有动 有学习的时候 也要有服务的时候 这样你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上来 在承担 承担工作的当下 一样都要去反观 我们有没有明觉 身心有没有柔软 有没有练习活在当下 有没有用放松的心来做事情 很多人是这样 学了很多理论观念之间 嘴巴很会讲 但是力远对境 一做事 没做事没问题 一做事问题就一大堆 那个就是所学的都还是空洞的 没有真正学到智慧 只是学一些术 学一些知见 所以我们要学到智慧 而这个智慧就是要能够应用出来 道德经处处都是在回馈给我们高等的智慧 所以不再多 不再于学习多久 一个原则 你只要有认真学习两遍 你就可以开始进入 边服务边学习 这样知道吗 OK 有些干部 你整年都在忙碌 都在承担工作 那你没有让自己有静下来学习的时段 这样的话建议 还是一年里面要有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 可以专心学习课程 这样你才会 又会不断的成长 突破 不要只是一直做 而没有静下来 也不要只是一直只是想学 而不愿意去承担 要能够能动能静 静是为了更好的动 放下承担 专心学习 是为了更好的提起 更好的服务 是为了更好的